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服务大多市的居民 我们有四个族裔 包括了华裔、杭裔、粤裔和柬埔寨裔 我的工作是在华裔的工作方面 另外我主要集中是做一些社区的教育 预防和推广心理健康 其实上次和你另一位主持 都谈过我们每个月都会做一些 有关心理健康的推介工作 其实为什么会想到每个月都要做一个心理健康的讲座 有什么的作用呢 我想其实很多一般的社区人士 都想起心理健康就联想到精神病 但其实我们很想大家社区大众认识到 其实心理健康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包括了可能我们有一些很简单 例如痛都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心理 就是生活的质素 也影响到我们的心 比如情绪之类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一些的讲者 去能够讲座 能够宣扬大家要能够有身心健康 在社区里面能够生活得安慌 其实你们在工作里面 是不是真的面对有很多的人 都会有这种长期痛症的情况 会的 因为其实你想想 如果你长期痛的时候 就会很影响他的生活质素 也有很多人 数字都看到就是 如果你痛的时候会影响你的工作 请病假就很实在了 那就影响到这个生产力 痛症也和很多情绪病 包括了消磊症、抑骨症 这些都是很大的关联 是的 其实Alice 我知道你自己本身就是整骨的治疗师 其实你整骨治疗师 和这个长期痛症有什么关系呢 我非常重要 大部分周三骨痛都是来看我的 我们的工作 最主要是帮我们的患者 帮他们复位 比如有时肌肉崩得太紧 它是令到那些关节就会移位 那些移位 那些移位就会令到你很周身都不舒服 例如 或者肌肉太过缩短了 会限制了你那个 我们叫ring of motion 就是那个活动 对 就是不敢动 不是不敢动 是活动不了 例如那些五十肩 你看到它没有办法 手向后反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个是发炎 还有它整个肩甲的位置 都是好像疯了 一块眼石 所以导致影响到那个动作 没有办法可以好像举高手 反手 那其实在你的工作里面 你见到究竟有多少种类的 这些长期动静 根据美国 我们现在身在北美 我们以美国为主 我们其实有八十多个% 都是长期的动静患者 病患 已经不再是一种症状 不再是一种症状 是一种症状 是直接是一种疾病 是一种疾病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因为最主要是我们都是现代人 我们你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长期都看电脑 我们自己也是 看着电脑 电视 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怎么样的 不是打电脑 不是看电视 就是很多的工作 甚至我们生活习惯 都会令到我们有些老鼠 不是有些是很多老鼠 是的 其实还有些人不喜欢做运动 有些人说 其实有些病痛 有时找不到原因 其实是否真的会这样 不是的 因为跟你生活习惯相关 这些东西 阿翠爺很清楚 因为我们现在都市人 你看到新一代 很喜欢那些宅男宅女 你家里哪有运动 不肯去运动 而且他觉得那些痛 睡觉就没事了 但是不要拒絕那些痛 因为那些痛 是身体发出的警信 如果你长期去忽略它 久而久之 因为什么叫长期痛症 痛症 其实长期痛症 就是慢性痛症 是 为什么叫慢性 超过六个月的不停的 很继续痛的话 那些已经是慢性痛症 你想想 有些根本上不止六个月 可能整年都是痛症 但是很有趣 痛这件事 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但是有些人 嗨嗨都叫救命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很奇怪 在我的经验里面 你怎样用力 他都觉得没什么 没有感觉 为什么 那其实这样是否代表好 即是不怕痛 当然不好 不好 其实代表什么 你慢着了 因为不可能 每个人都有感觉 即是我们有触感 有感觉 那你的感觉为什么这么鈍呢 不是说你个人是鈍 是感觉鈍的时候 你一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 譬如我们很简单 摸到杯水 热的 你会懂得束手 如果你摸到杯水 你还可以这么热 你也可以承受 一定是有些其他问题 所以疼痛 叫疼痛这件事 是很个人的 亦因人而异 每个人的忍受程度 是很... 非常不同 那你这件事 是否代表它是没有问题 那当然我们要评估 我们在诊断过程之前 我们需要一个评估 评估除了你的身体的功能 那我们也要评估你的心理状况 这件事 是的 玫瑰到翠儿那里 是的 翠儿说到 如果一个人 她真的有了这种痛症 那你觉得应该如何正确地面对 我想其实... 我们经常都说 症好像和这个... be-fending be-fending就是和这个痛症 是为一个朋友 亦是为良师 亦有 有些人千万不要说 刚才你说了 抑郁 抑郁不是代表它不会存在 那有些人说 我痛就吃这个止痛病 就搞定了 我刚刚最近在一些大众媒介里面 都在说 在十几年前 有一种很普通的药 是一个止痛药 其实逢是药 都是逢药三分毒 我可以很大胆地说 但是当你越吃药性的时候 可能你以前就是吃一粒 刚刚我看那个电视节目 他访问有一位 他吃到八十多粒 其实已经远远超过 就是医生的药性 就是开给你的 到你某个程度 你自己找不到那种药的时候 你就要想尽犯法 甚至用乞肢的方法 你都去买到那种药 然后来吃 那就是变成吃了上瘾 是呀 上瘾 就是已经是addicted了 addicted 最近一个节目就是在说 探讨一个很多现代都市人 就是为了痛症 而他如何处理 如何在他的生活里面 会影响他 譬如包括了他的家人 他的配偶 婚姻生活 甚至他的工作 我们刚才也提过就是 你想想 如果你个人经常都痛 我举例 你不要说你真是 拿一些pay的工作 甚至你是一个家庭主婦 我有其中一个 我们是一个妇女 他连蹲下 拿雪櫃里面的菜都不行 是的 其实Alice 你觉得如果是 刚才说 一定要正面地去面对 作为你是整骨医生方面 你怎样可以帮到病人 去减轻他的痛 减轻除了有需要做治疗 当然 医生 你一定要征求你的家庭医生 你要听家庭医生说 他叫你做物理治疗 就做物理治疗 叫你来找我 就找我 你必须要去正视这件事 不要说 我听到他说 不服药了 我都是服药 很多人怕的 如果是有这样的需要 你都应该要遵照医生的方法 一定要吃药 但另一个方面 同时来说 你都要去解决你那些 因为你吃药 解决是某一方面的 可能你的痛觉的感觉 但是你肌肉都是崩溃的 你当然来找我 但我都不是很建议你 下下动来找治疗师的 我会建议你做运动 但是做运动有些人 我本身已经是痛 周身痛 你还叫我做运动 我都不敢动 不是的 做运动是很重要的 虽然有痛 但是这个痛是循步漸进的 你不是说 痛你就不动 你越不动它 越弊加火 你一定要必须 但当然你要评估 如何去动 如何去循步漸进 那你就必须要听治疗师讲 教你怎样的一个方法 是的 我说到 我知道你们每个月 有一次心理辅导的课程 其实时间和地点在哪里 我们今个月的 即是4月份 就会在4月27日 星期六上午10点到12点 就会在我们康福的 市家堡的办事处做举办 就是3320 Midland Envill 就是2017 我们这个课程 你也说了 都希望社区的大众能够参与 所以就是完全免费 就是吸引大家来 希望大家正视 就是痛 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 就不一定是 每个人都会痛 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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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痛这件事 如果你有些认知 你可以帮到家人 是的 我其实希望很多 希望普罗大众多些来听 因为加拿大其实真的很好 是的 很多社区有很多这些服务 是让我们一般市民来听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来听听我们 不是一定听我们 就是康福有很多事 办这些这样的讲座 其实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 两位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可以在螢光幕看到他们的地址 电话直接找他们的讯问 是的 好的 在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